中国女排的目前正在宁波北伦训练基地 全力备颤即将于本月中旬举行的 2023年女排奥运资格赛 以及随后开幕的杭州亚运会 两项赛事紧密衔接 是今年中国女排最重要的参赛任务 率先举行的是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 比赛时间从9月16日至24日 将在全球三个赛区同时进行 每个赛区八支球队 前两名直接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中国女排位于A组 将在宁波北伦主场 以东道主的身份 与塞尔维亚 多米尼加 荷兰 杰克等七支球队 竞争两个出现名额 此外 杭州亚运会9月23日开幕 中国女排还将全力以赴 力争再夺亚运会冠军 为此 世界女排联赛结束后 中国女排就回到北伦基地展开集训 紧锣密鼓的备战两项重要比赛 因为今年的资格赛和亚运会 接得比较紧 但是我们还是因为资格赛在前 所以我们先会准备资格赛 目前中国女排参加集训的队员 共有13人 两名二船 刁林宇和重新归队的丁霞分别与队友们进行战术配合 吴梦杰 仲慧 杨涵玉三人正在参加亚运赛 这次来采访女排训练呢 我们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球馆旁边的墙壁上啊 贴了许多纸条 而且一张一张的 在每一个球员的这个座椅上面呢 都对应着有这纸条 什么内容呢 看一下 原来是每一位选手给自己呢 都列了一个小目标 上面是他们技术进步改进提高的一个方向 我的目标是在进攻上 因为有一些再来回的反击球 可能因为我的身体素质不如 可能国外的球员嘛 然后我觉得原地起到能力会弱一些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能有提高吧 能打出那种更具有杀伤力的球吧 然后希望能得更多的分吧 在反击当中 全面 全面提升 全面改善 第一个是我们自己总结的时候 就会总结到自己的问题 第二个是我觉得 菜岛给我们的这个方法挺好的 因为一来场地 每个人座位的上面就贴着自己的 要在训练当中要改进的问题 其实很醒目 也是对我们自己在每天训练当中的提醒 世界女排联赛获得亚军 中国女排随后进行总结 每位队员都对自己有新的目标与追求 面对即将到来的两项大赛 全队上下充满信心迎接挑战 我觉得现在我们整个队伍非常有朝气和火力吧 尤其是面临这两个大赛 虽然每天训练也很疲惫 有的时候周日还会训练 但是我们的热情依然不减 也知道我们的目标在那里 所以就一直在奋斗吧 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战术体系整体还是一个 以打整体为主吧 快速多变 所以我觉得也是靠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的努力 然后去夺得了这个成绩 但是后面的比赛 然后也是非常的残酷和艰苦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去互相弥补 互相支持吧 因为两个比赛比较近 所以现在的体能的储备 包括运动员的个人的技战术 前一段抓的还是比较紧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大配合 一个周期 所以希望运动员能够在资格赛和亚运会上 都有一个好的状态 一个表现